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们全家在英国的一个北部城市叫约克 这座城市呢还是非常值得一来的 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看 现在走我的窗口走过去的 看到的就是叫York Minister 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有很多中国人来 而且很多说明书也非常方便 都是录了中文的 用了中文给大家解说 所以呢是值得来的 我们开了四个多小时的车到这里 然后呢还特意 就是说他吃的也不错 人们在这里的人也很热情 都很比较 比较 都是面带笑容啊 是个非常放松的一个一个城市 大家是早上 我昨天晚上在尝试录的时候 非常漂亮的阳光 金黄色的阳光明媚的 但是就是我的手机太满了 所以是没有录的 没有成功所以录了很多小段 这就是早上了 我们是在非常市中心的 这么一个地方 很高的这个楼层 所以可以俯看一下 还有鸟看一下 今天主要给大家录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说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点 旅游方面的尝试 那个知识吧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一定会觉得受益 因为我昨天就遇到 很多很多中国人 街上的还有店里头 还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吧 全部看到很多中国人 有的是从中国来的 有的是在英国住 来英国旅游的 所以呢 我们全家也是非常第一次的 来到这个城市 非常有整个历史 叫York 然后我还有另外给大家看看 这个我们租的这个地方 这个现在有点乱了 整个一个单位是花了185磅 一个晚上 它是整个一个大单位 一个大单位 一个大单位 你看这个厕所也非常好 还提供了一些洗发膏 这都是比较很新的这一个单位 但是它聪明的地方 我一定说呢 它用了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是 整个这个楼的一个 叫做天棚的那个位置 其实原来它只是一个空间而已 因为它这个整个楼房的框架 来支持它天花板 但是它们非常巧妙地 运用了这个空间 非常巧妙地运用空间 把这个整个空间打造成这么一个 就是两间睡房 一个客厅 然后加厨房的 什么的地方 非常方便 太方便了 一切设备都是全新的 成套的 石巾 然后这个有烤箱 吹风机炒菜 然后非常完整 设计非常好 整个框架 整个框架 都在这个里头 看到这个框架 都在这个里头 看到这个框架 都在这个里头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是那个路的 真的路头 然后 然后 大家看看这台灯 非常的奇特 很漂亮 上面都有这个 这都是这些摆设 都是摆设 然后呢 这是一个走廊 走廊以后呢 这是另外一些 有点乱了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非常好 整街上 很漂亮 一样呢 这是有个浴缸 这边有浴缸 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普通的 因为浴缸可以很快充 泡一个热水澡 旅途的老人也好 都可以解除 然后这是 一个很大的房间 也是利用了这种价格 大家看到 所以我觉得 给大家留下来 是非常有利益的 它整个跟那个 刚才那个睡房连着的 非常聪明的 利用了这个空间 而且打造成 两个睡房 所以可以 可以住两家 也可以住一家 一个家庭 还有点小装饰 是颗银色的细腻 然后 也是这样 应该这个是 那边是 冬面吧 这边 窗户是冬面 这是柜衣柜 才会放些衣柜 还有柜让你放些东西 这是肯定的啦 这都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这个台灯 这台灯很特别 每间房都有这种台灯 然后小衣柜 所以 所以呢 这是入口 然后都是 都门都愿的 非常安全 然后 我最喜欢的是 这个打地图 这地图 看到我们在哪里 看到中国 中国在这儿 整个就是中国 我们今天去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排队区 而且很多人都在去的 想进入去看 本身呢 很多都有中文的解说 解释 像这个就是 一定要去 一定要讲 因为 这个地方呢 是 介绍了 A.D.860年的 约克呢 是被 欧洲来的 还有 阿拉伯人 还有 这些 寝占了 这块地方 然后 他们挖掘了 这个 原始的 这个 遗址 非常好 非常好 他们这个 整个 当时是比较兴旺的一个时期吧 简单的说吧 我说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啊 大家有 有兴趣一定来 看一看 参观一下 这个 你看大家 VIKING呢 Viking Viking就是 这些 入侵到 约克来的 这些 种族人们的 总称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地方 有很多服务人员了 他们都穿上 当时的 尽量模仿当时的 衣服吧 服装吧 然后给我们讲解啊 它有个15分钟的 你坐在一个车里 都在地下 他们地下挖的嘛 所以他就保护原始的状态 然后在地下 然后呢 你会看到 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情景 全都是辣的 辣制的人 有的在船上 有的在陆地 他们怎么杀生畜 怎么吃 然后还有放垃圾的地方 非常的 就是很爱整洁的这么一个 一个时期的历史 然后他们非常喜欢梳头发 而特别 这个梳子 有很多种梳子 我还以为在纪念馆 这个小商店里有梳子 结果还真没有梳子 没有梳子 所以就没有买到梳子 但是这个解说人员跟我们讲呢 他们的人非常喜欢 梳头 我给大家拿收我的资料 我刚才准备好了 又回来了 他们非常喜欢梳头的 就是说 要一定每天都要梳头 每天都要梳头 要梳得很漂亮 然后呢 那些资料哪去 他们有很多很多 就是中国 中文的 很多很多中文的资料 哎呦 气死了 然后呢 他们就说 有时间的人 有条件的人 一定要多梳头 每天都要梳 所以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那么爱头发 我还没有发现 然后呢 好像似乎是有时间的 有钱的人 会越长 头发越长 那他的权威就越高 然后呢 那自然他就越富有吧 估计 然后 那比较穷困的 就可能就是短头发吧 就像像我现在这样的短短的头发 没有时间打理 然后在纪念馆呢 我找到了这三个球 我孩子买了点东西 买了支笔 写着 Yovic Yovic 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总称吧 这三个就是 就是玩这个导手的这个小球 当然做个纪念品 我觉得挺好的 昨天的阳光非常好 那西阳西夏 然后呢 这个教堂呢 对面呢 还有很响的钟声 这个钟声呢 伴随着这个 我的这个录像啊 特别好 但是可惜没有路程 这是悦客的早上吧 这个 这个 York Minister呢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 中文版的解说 然后呢 有很多中国人来观赏 我就遇到几个上海女孩 她们就非常的轻松的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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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就很多团体的 中国团体啊 有的是家庭本里组的 很多中国人我在街上看到 然后 然后 其中一个上海这个女孩 她的年镜 还给我们讲 关于每个具体人物 它是个教堂的形式 但是已经用来给政府机关来用了 所以就不叫教堂了 但是他们也叫Cascedural 也还是个教堂的兴趣 然后呢 这个中国女孩 她精通历史 特别是这一部分的历史 她讲得非常精彩 我也感到这么棒 很多故事人物 她们只有一些主教级别的 还有政治人物 还有国王的塑像才放在里面 还有一些大理石雕塑 他们在哪里 这个主教级别的 这样 好 我先让大家看看我这个 这个一定要讲 这是我在约克发现的 一个米拉项链 是我非常渴望的 作为纪念品吧 结果呢 我第一次 因为我确实很喜欢 米拉琥珀 也买得成功 也不成功的 很多经历 但是这一条呢 我就特别的 要讲一下 就是说 我买到这个项链之后 我们就去了一个 去的就是刚才说 那约克的 就是欧洲人入侵 约克的 历史的博物馆以后呢 移植 然后呢 当时的这个解说员呢 是他们都留胡子的 男士不懂为什么 可能当地人都是这样吧 他故意模仿 当时那个时期的 然后其中一个 他很高大的 这么一个英国呢 一个青年 他还是在那工作 他给我们讲的 这个主要就是说 他说 这个在他们 约克文化里头 叫红色的黄金 他叫 他叫红色的黄金 红色的黄金 而且是呢 其中一个女神 她在向上帝 祈祷哭泣的时候 所留下的眼泪 但是一滴滴的眼泪 哎呀 我说太感动了 我说我从来没有 听到这一段 关于琥珀的 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 没有讲到 琥珀是红色的黄金 所以可见 他们对这种物资的 资源的这种 这种珍惜 然后又凝聚了 这种神话般的 这种小故事 然后呢 所以又赋予了 我这串项链特别的意义 所以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今天 一定把这个录下来 来做给大家分享 所以呢 这个在宗教诚意义上来讲呢 它确实是很鼓励人 我们要思过 我们要祈祷 我们要跪下 我们有所畏惧 我们才会做好 争取吧 好好做好我们的那一天 好 今天说到这儿了 我们马上离开了 希望有时间 有机会的朋友 一定来这里旅游 欢迎你们 我照得准吗 我也不知道 我的角度照得好不好 这是红色的黄金 是一个女神 在祈祷上帝的眼泪 好 再见 再见 欢迎来约可